各位 重頭戲來了 泡美啊 哎呀哎呀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吃 蜜體燒肉 耶 吃燒肉 最近有一個超級 是 strawberry 那我們就直接開吃 go go 我們今天的策略呢 就是許先生負責一直烤 我負責一直吃 因為我們今天點的是部長之焰 尤其現在在烤的這個啊 這個是牛莓花 這只有部長之焰才可以點的 這裡 他剛剛烤的時候不滋不滋的那個油花 超讚的 但我覺得你是不是有烤的比較乾一點 那個有點失誤 我們再吃一個 來來來 再吃一個 好 我要吃那個 那這個給你 好 那個 乾的給你 來 這個有點失誤 這兩個應該比較好一點 喔 很讚 這兩個比較讚一點 這兩個給你 牛莓花 很讚耶 還有滴汁 你看這個滴汁 你要好好珍惜第一片肉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片肉最好吃 烤肉就是第一片肉是最好吃的 吃到後面那個邊際效應 就會開始滴結 牛莓花是不是因為太大一片了 我覺得不太好咬 但我覺得蠻好吃的 牛味還蠻重的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會不喜歡 但他的肉體好像相對的是比較有嚼勁的那種 對 我覺得你可能要吃鯉雞這個很棒 我覺得我等一下吃別的可能會有更喜歡 這個是老乳金錢牛肚 剛剛店員說這個已經是熟的了 所以可以直接吃 看起來超漂亮的耶 來吃吃看牛肚 不會咬不爛耶 他是屬於你這種下餓無力的人也可以吃的下餓 在吃烤肉的時候吃一個冰冰的乳味 蠻讚的 沒有 就是你在等肉的時候有沒有 蠻讚的配菜 夾起來就先嗑一口子餓一下 許先生剛剛又烤了嫩煎餅雞肉給我吃 他有試圖的要把它烤的粉嫩粉嫩的 粉紅粉紅的顏色很讚 比較喜歡 這個比較咬的下去 嫩煎餅雞肉是我的肉 真的是我的肉 非常好咬 比剛剛牛梅花好咬太多了 邊邊還有一些油花 可能有一些人吃牛 其實不太喜歡吃油花的部分 但我不會 嫩煎餅雞肉很讚耶 這個我會點第二盤 絕對會等你點第二盤 然後牛梅花再見 牛梅花我來吃就好 他吃了兩種醬料 一個是一般的燒肉醬 就吃起來甜甜鮮鮮的 另外一個是味噌醬 吃起來有淡淡的味噌香味 淡醬我都蠻喜歡的 我吃燒肉就是一定要沾醬的 我是屬於不沾派的 他不沾我會沾到爆的那種 這個是什麼 松阪豬 看起來很beauty耶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這場戰鬥會非常的忙碌 吃燒肉最忙的就是要一邊烤一邊吃一邊烤一邊吃 然後我們還要記錄 雪花雙醬豬肉來了好不好 他在烤的時候那個油花不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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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超美的 尤其啊許先生把它烤的這樣子 恰恰 恰恰的美麗顏色金黃色 好看在你嘴巴那麼甜再給你一個 你很讚你烤的金黃漂亮的 雙醬豬肉我極推耶 我覺得這種肉就是只要烤好 他基本上也不用加什麼調味料 就會蠻好吃的 這個汁不合理啊這個汁 這個牛五花從上桌之後啊就一直在抵汁 他比較油一點 所以整個火會非常的旺 他油花跟瘦肉大概是五五多 他算是蜜蜜的基本盤啊 來吃吃看牛五花 真不愧是牛五花 牛五花真是口感 一咬下去我那個肥油的地方就直接 哇 整體來講偏油啦 但是就是他基本盤的肉 我覺得牛五花比較適合開場吃 他在中後段絕對不適合再點了 因為他的油花真的非常的夠 你如果喜歡吃牛肉那種牛油噴巴的感覺 你就一定要點牛五花還不錯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只有開場會覺得好吃 我覺得這個是吃到後面一定會膩 因為他油真的很豐沛啊 我要進到小鈴嘴系列 這麼快就在吃小鈴嘴 要轉換口味 這個是他們的蝦軟手捲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點手捲嗎 因為你是個賠錢貨 不是是因為他的手捲不是包飯 他的手捲是包蔬菜生菜 所以你就是不想要占胃 但是又想要吃手捲海苔的口感的話 你就很適合 我來燒肉店是絕對不會吃這些東西 我就是專攻肉 我的盤子出現了很多小舌頭 他的部長之驗是沒有牛舌 可是有豬舌 我們就來吃吃看他的豬舌 因為他的豬舌都切的小小片小小片 很可愛很迷你 這樣比較好 這樣比較不會這麼新 我覺得他們的服務人員相當的貼心 So sweet 服務人員直接到我們桌邊幫我們把蝦子 去頭去殼去好好的好不好 他還很可愛 帶牌的一個愛心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超愛人家剝好的蝦子 就是讚好不好 而且我覺得必須要稱讚一下 他們換網的速度非常的快 他只要看到網上面有一點黑黑的 他就過來直接幫你換了 我們今天牌的是民族店 蜜町在高雄總共有四間店 而且每一間店的排行 其實鄉民他們心中都有一把尺 所以說民族店呢 就是服務人員服務態度非常好 雞灰的服務態度 我跟徐先生只要來燒肉店 有兩樣東西肯定從頭點到尾 而且點到爆 蛤蜊呢 我們每次來燒肉店啊 我們絕對會吃成一座山 然後再離開 晚上回去翻拚叫 他們家的蛤蜊啊 其實給的蠻大顆的 我覺得他的海鮮新鮮度還不錯 鮮啊 很鮮甜 和蛤蜊的湯汁很噴發耶 記得他們家是有提供鋁箔紙的 他可以幫你整個包起來 中間那個蛤蜊的湯汁 完全都不會跑不見 他幫我們蛤蜊放進去之後啊 還倒了一些雞湯 他說這樣會比較鮮甜 感覺就很期待了 超讚 我們等一下馬上放下去烤 剛剛講到第二樣 我們在燒肉店會點爆的東西 蝦子 你不要看他現在這樣小小隻喔 他是因為撥殼下去烤 所以他會丟起來 可是我就喜歡吃這樣 我們就是喜歡吃這樣 烤到有點乾乾的 恰恰 恰恰的蝦子 重點是你起鍋前 要撒一點胡椒鹽 他旁邊其實都有非常多的醬料 跟配料 胡椒鹽跟鹽都有 可以拿來搭配 你絕對要在蝦子上鍋前 撒一點胡椒鹽 超讚的 人家撥的蝦子就是好吃耶 真的耶 絕對是大拇指的啦 有撥蝦服務我就給推好不好 有撥蝦服務就是先站在 現在這個已經我覺得 好像變成燒肉店的一個標配了 沒有撥蝦就要奧出去 沒有撥蝦 好像大家的意願就不會那麼高 但是辛苦的服務人員 所以還是向服務人員致上敬意好不好 謝謝 謝謝你們 剛剛看到這個啊 這個蝦啊 就是他們的蜜船 胡植牛肉 烤完就變這樣了 把他放到奧裡面感覺就好像很厲害 但我跟你講有點鹹 有點太鹹了 我有點受不了 我還沒吃我已經聞到濃濃的醬油味了 我覺得我今天跟他的緣分差不多就到這裡 剛入口是好吃的 可是你咀嚼的時候那個 醬油味開始噴發 他醬料的味道開始噴發出來 調味蠻重的 所以你現在舌頭上面其實都是他的醬料口感 這個會膩 這個絕對會膩 你沒有吃那麼重口味你點牛乳花就好了 因為他的肉質跟牛乳花是差不多的 他們家不是火烤兩吃 他們家只有澄清店是火烤兩吃 這一間民族店啊 他就是只有烤 但是他有很貼心的附上雞湯 雞湯是不是也是所有燒肉店的一個標配 雞湯絕對是標配的 不是我們是來吃燒肉的 不是來吃鹹水雞的 是雞罐耶 我剛看到啊我就覺得 嗯來吃吃看 因為我覺得烤完他可能會有不同的口感 我剛點的泡菜 他們家有韓式泡菜跟台式的網金泡菜兩種可以選的 我就選了韓式泡菜 因為我想要搭著生菜吃 來把它包起來 我要像韓國人一樣吃囉 很讚耶 牛乳花的油膩直接被解除了 去骨雞腿肉來了 我覺得他們桌上啊很方便的 就是他都附這個剪刀給你 因為我們每次來烤雞肉啊 最怕的就是它很大塊 其實裡面烤不熟 外表已經稍微大了 所以把它剪小快一點再烤會比較熟 也會比較快好不好 雞腿肉真的不會累啊 雞腿肉就是一如往常的好吃 但我好像沒吃到雞皮的地方 因為都焦掉了 我都剝掉了 許先生的烤工你看看 不是那個火太旺了 許先生在幕後非常的辛苦好不好 這個雞腿肉烤得超漂亮 好歹我也是開過串燒店的男人 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 倒了倒了倒了 我覺得雞肉真的蠻好吃的 去骨雞腿肉推薦 因為我已經想去吃甜點了 順從你的心好不好 來吃燒肉店就是想吃什麼吃什麼 不要想要吃回本 我覺得用鋁箔烤的蛤蜊很讚 真的嗎 汁都留在裡面 沒錯 我覺得吃這盤很過癮 而且有雞湯味 這個湯肯定是並不一樣多 我來小烤店啊 必吃的還有一樣 肥腸 我跟你講肥腸真的很難烤 它非常容易烤到超回答 但我又特愛吃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肥腸就是要有點脆脆才好吃 我喜歡吃到有點膠的 我超愛吃肥腸的 每一次來燒烤店 我只要看到那一家燒烤店沒有肥腸 我就會 蛤 不及格 最喜歡烤到像餅乾這樣 可是中間還留有那個腸子 出出的口感 三點胡椒喔 好 我很少在燒烤店看到人家有整隻的玉米筍 烤肉就是要搭著烤蔬菜吃 超解膩的 賠錢過耶 來這邊就要吃肉啊 欸現在蔬菜也很貴耶你知道嗎 玉米筍烤得脆脆甜甜的 非常搭烤肉好不好 我的秋葵小朋友來了 在燒烤店遇到秋葵小朋友 異常的興奮啊 那個秋葵全部都是米蘆的 我會吃我會吃 不要擔心我超喜歡吃秋葵的 我覺得蔬菜呢 你可以沾他們家的味噌醬 蠻搭的 因為蔬菜相較比較沒有味道 剛剛那個玉米筍搭 它的味噌醬也還蠻適合的 雞卵骨 雞卵骨有點辣 但很多人都說它的雞卵骨很好吃 蠻好吃的脆脆的 雞卵骨的香氣很夠耶 微微的啦 我覺得沒有到很辣 就是微微的一點點辣辣的調味這樣 雞卵骨很脆 而且它的雞卵骨呢 邊邊都還有帶有肉的那個 邊角肉的感覺 所以你咬下去不會單純只是在吃骨頭 還吃得到它那個肉的香味 要烤乾一點 裡面烤乾一點 那個土頭會比較像餅乾的脆度 嗯 我剛剛又找到了一個新東西 綠子燒 那是超會搭燒吧 不會啦 我覺得吃起來 它邊邊吃起來 就跟那種蛋餅炒到焦香是一樣的味道 好 啊記得叫大家再去看一下你的蛋餅 看一下蛋餅 滿滿的蝦子 好讚 綠子燒我要繼續下鍋了 欸這真的超好吃耶 你不要再給我吃一堆蝦蝦怪怪的東西好不好 很好吃欸 綠子燒本人 啊牛肝牛肝 牛肝來了 牛肝烤得超漂亮 但是它剛剛下去烤之前 我也覺得它長得很可怕 它牛肝不太加呢 如果你怕那種肝臟類的就不要吃 我覺得你好像都烤給我吃了怎麼辦 沒有啦 我吃的才多好不好 不對我剛剛那個時候是不是應該講說 烤給你吃是我的職責 蛤 那是我答應你媽的 我答應你媽我不會讓她女兒餓著了 我現在吃很飽喔鳳豬 蜜品很特別 他們家除了燒肉吃到飽 還有生魚片 因為我其實沒有那麼愛吃生的 我們就讓許先生吃完之後 告訴我感想 生魚片我吃完的感想就是 來這邊專心吃肉就好了 就是生魚片 專心吃肉喔好不好大家 各位重頭戲來了 草莓啊 他們家的草莓劑我們就是為了這個草莓來的好不好 草莓好香喔 他們家很棒的就是 它的草莓旁邊還放了煉爐 我坐在旁邊就聞到草莓的香味 但其實啊 因為草莓劑剛開始 其實我有點怕草莓會酸的 不會啦加煉爐就不會了 欸草莓有甜欸 吃一個看看 你怎麼把葉子也吃了咧 我是長頸霧 對啊他剛剛把葉子怎麼剋掉了 什麼意思 草莓就是要沾滿煉乳好不好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今天要剋很多草莓 有甜有甜 再加煉乳喔 草莓加煉乳根本就是世上最幸福的食物吧 我的完美節作來了 你看這個 我今天來啊就是為了吃這一碗 冰淇淋 草莓 布朗尼 他們全家團住了 超慘的 部長之宴啊 最好的他就是比部長之宴多了這個布朗尼 布朗尼 超開心的 好好吃喔 他們家的冰品啊 有四種 他們家的冰品啊 有四櫃 一個是Costum 然後一個是泰國的民火冰淇淋 另外一個是莫凡里 也是蠻貴的 最旁邊那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 記得要把布朗尼烤到外面脆脆焦焦的 再放上冰淇淋上面 那個就是冰火五重天 超級讚的 今天最好吃的就是這裡的 大家快趁他草莓記得說來自己DIY好不好 超讚喔 我要來享受麻糬的世界了 通常呢 麻糬呢 第一個會先吃煉乳 加花生粉 就是這個味道 滿滿的煉乳 再加花生粉 好吃喔 這是鎮港的麻糬 我都會兩塊疊在一起 然後把它壓扁 它就會這樣砰砰的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加起來 你要加冰淇淋嗎 沒錯 麻糬到香草冰淇淋超好吃 布朗尼搭冰淇淋超讚 你們來一定要這樣吃好不好 搭著布朗尼吃 吃完蜜蜜燒肉了 爆嘟嘟啊 我們今天吃的是他們家的部長之宴 部長 一日部長 今天那個部長之宴啊 我們大概吃下來一個人 算上一程服務費大概700多塊 差不多 以我今天吃的體驗下來 我覺得700多塊的部長之宴啊 就超級多選擇可以選了 我近半年再也不吃燒肉了 喜歡我們這樣子燒烤吃到飽開箱的話 或者是想看我們吃什麼樣的燒烤店家 下面留言給我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Takaya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